大家好,我是罗洪 在中秋家宴上,我做的花生猪蹄 全家人都爱吃 就连不吃皮的老外都啃了一大块 今天买了三个猪脚25克狼,一斤重 先将具体的制作,认真地分享给大家 猪脚一分为二,方便清洗 处理干净的猪脚,冷水下锅 煮开后翻一翻,倒掉脏水 清洗干净后倒回锅里 放准备好的香料,不用太多 一块姜,一根葱,两块橘皮 一个西红柿,半个洋葱 还有三颗红枣,一个八角 两个丁香,一小片香叶 不停地翻炒,炒出香味 西红柿变软,猪脚微微上色 然后来调味,盐,糖,老抽,生抽 翻拌均匀 再稍微加一点水,不用太多 高压锅是不消耗水分的 盖上锅盖,先加压12分钟 自然解压后打开锅盖 看一下,猪脚已经炖烂了 不过还要再炖烂一点 吃的才够味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把泡开的花生米 一起炖,或者黄豆也不错 如果水太少,可以再加一点 还是加压12分钟 看一下,现在颜色更亮了 筷子轻轻地就能够夹断 我们可以转入小砂锅里 上炉煮开 这样端上桌就可以保温了 哇,真的是好香啊 看着颤颤的酱红色的肉皮 就知道有多么的好吃 我忍不住口水了 如果你也想吃 点赞收藏下来试试吧 我是罗洪,咱们下期再见